云林的水不够用 但是有环保团体指出 地方的农田水利会 还把珍贵的水卖给工业 提供给里岛工业区来使用 这种情况实在是很不合理 为了让主水溪的水 做最有效率的运用 水利属性建吉吉兰和燕 引水调配 尽管高达九成三的水 都给农业用 不过农民却还不够用 得大量抽地下水 学者指出 云林的水资源本来就很缺乏 经不起农民一年到头 都在密集耕种 密集的耕种也许超过环境负荷 不过环保团体质疑 既然农业的灌溉都不够了 但六清用水却不予匮乏 这是不是已经违反了水利法 农业用水优于工业用水的规定呢 如果说都没有水了 怎么还有剩余水给工业去使用 所以这基本上的优先顺序是有 有为那个农业法 那个水利法规定的东西 现行法令规定 农业用水可以调拨给工业 前提是农业用水有剩余 不过现在农民为了耕种 水不够用还求地下水 云林和江华农田水利会 却照样把水卖给经济部工业局 供给里岛工业区 还赚尽调度费2亿2千万 对此水利署表示他们管不到 权责在农委会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也期待农委会 未来能够在农田水利的制度上面 能够深入的检讨 那么提出一个能够兼顾农民的权利 跟国家安全的一个未来 农委会表示依照现行正规的耕种制度 灌溉水的确有剩 农田水利会才敢把水调卖给工业局 不过环保团体认为 如果有多余的水 这样又要叫被风景的农民如何接受 水就是宁愿卖给企业 也不给只是想糊口饭吃的农民来用 记者林静媒谢麒文台北报导